连近人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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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斯T-ROG R 一台被抢翻天的车子 150台一个月列秒杀 後面還有一兩千張單等的交車 不過它下游Golf GTI 上游Golf R以及T1R 為了這麼搶手呢 T-Rock R有R專屬的賽車座椅 Nappa Carbon的皮質 還有藍色的R字樣 專屬的 還有這個賽車的方向盤 就連後面的換檔撥片都是加大的 還有這個方向盤上面 專屬的R字樣 前方10.25吋的中央多媒體的儀表板 以及9.2吋的MI-B3系統 下方電容式的冷氣按鍵 手機無線充電板 其中我最愛的是R專屬 而且是它特有的全景式的天窗 而且開機角度非常非常的大 T-Rock R專屬的外觀 黑化套件 還有Matrix的矩陣式的頭燈 四周車的鋁圈 雙活塞的卡鉗 還有黑化的玻璃 暫黑的車頂架 以及Carbon的C柱 但我覺得最棒的是 它後面的雙邊四出排氣管 聲浪很棒 而且它是真正的排氣管 殼邊齊比方向盤 特別地方在原地轉的時候 現在左死點 但是往右打 沒想到竟然只有1.8到1.9圈 真的圈數超小的 而且真的開快起來 還要根據你的速度 調整力道以及轉向圈數 T-Rock R的精華就是這顆 EA888 EVO4引擎 300B 14.8公斤的扭力 搭配最穩定的 DQ38E7速雙離合氣變速箱 0-100加速 只要4秒9 T-Rock R有IQ Drive 一鍵起幣智慧車鎮穿梭系統 主動式的跟車 車道為止車道之中通通都有 但更特別的是 R車系才有了 切換模式到個人化之後呢 接著它就能ACC跟車 都能轉成賽車化 這個非常特別 雖然T-Rock R前座都有加熱功能 但是你的正駕駛座 全機翼全電動 但副駕駛座 只能夠全手動調整 兩張座椅差別有點大 雖然T-Rock R一樣有 DCC的主動式的懸吊阻尼 以及XDS的中央電子中叉 但是它卻沒有T-Gone R以及Golf 有的後軸的扭力分配 所以在過完的時候 循跡性稍微差一點 因為T-Rock R它的軸距呢 只有2594mm而已 所以它的腿部空間剩下一個拳頭 頭部的空間 因為車尾的造型關係 剩下一個拳頭又一個指頭的高度 而它因為是Full Motion的四輪驅動 所以中間安部的位置也比較高 後面的座椅呢 可有說是中規中矩而已 上次T-Rock R它後面有加大的換檔撥片 但有些人激烈操駕的時候呢 還是習慣用排檔桿來加減檔 還好呢這個T-Rock R呢 還維持這個傳統的雞腿式的排檔桿 如果是電容式的按鍵 就沒有辦法這樣子加減檔 激烈吵架 T-Rock R 179,8萬 它只是比Golf GTI貴了十多萬而已 可以多了Full Motion的中叉 以及R的專屬配備 難怪被搶翻天了 現在帶大家看看呢 這個T-Rock R R車系呢 到底它的自動更測什麼不一樣 其中呢它方向盤這邊呢 除了說呢有個R按鍵 可以快速進入賽車模式之外呢 旁邊這一顆智慧車鎮穿梭系統 一樣按下去之後呢 它一樣的啟動了智慧跟車系統 也就是結合了這個ACC主動更車全速域 還有包含了這個車道之中 車道維持等等的 ACC設定成為賽車 哇塞 它那個前車離開 它的加速是非常的猛烈 ACC它有賽車模式 R專屬的按鍵 跟車系統雷達十分的靈敏 讚我覺得這個福斯車系的 是會車震穿梭系統 唯一的缺點就是呢 你看這個螢幕裡面顯示的 這一個對象車呢 還是一台Golf 7.5 這個是呢小小的缺憾 如果說呢這個T-Rock 可以把這裡面的跟車的對象車 也變成最新的Golf 8的話呢 相對會比較符合現在 2022年這個時代 你知道對不對啊 如果你想買T-Guan R 但我覺得呢軸距的差別 這個T-Rock R呢 它的軸距喔 2594 其實讓它轉彎起來呢 是相對的很靈活的 所以我覺得 T-Guan R 開起來像它開休旅車 但是呢T-Rock R 本身呢 開起來就像它開一個先備車的感覺 真的會不自覺的讓你越開越快 踩煞車 好把車丟進去 喔 不過剛剛這樣極限狀態之下呢 我覺得喔 它的電控的安全防護還是有點太大 像剛剛這樣子 急彎 車拉進去 其他的 ESP 全部的防滑都打開 把你的車拉回來 這個介入呢有點早 介入了有點早 如果能夠介入晚一點的話呢 相對之下呢 能夠更讓這個開車人呢 放開手去 好好的感受它的衝勁 EVA888 EVO4的這個300匹 40.8公斤扭力的引擎 以及這個DQ381 我覺得呢它的推進力道真的很棒 就像剛剛講了 6000轉以上 喔非常棒 真的是能夠感覺到它0-100加速4秒9的一個感覺 而至於它的轉向的部分呢 它呢 有搭載原廠 就有XDS的中央差速器 而且DCC的這個賽車級的阻尼呢 我覺得它側傾的感覺也沒有很明顯 也就是說呢 真的是四輪驅動 縫彎殺彎 它的推頭感覺也沒有那麼明顯 但是當你在出彎的補油門下去的一瞬間呢 你就知道它跟T1R以及GolfR的差別 就差在一個東西叫做呢 後軸的扭力分配 也就是說呢 它後軸的動力呢 只有前後分配 但它後面的兩個輪胎 左右沒有獨立分配 這樣子呢 會讓你呢 少了一點點的出彎的力道 尤其像這樣子 長彎 補油門 其實呢 你會覺得如果一補的話呢 它會推頭 它的這個 所謂的可變齒比的電子方向盤呢 路面的回饋訊息 相對還是有點太少 而且我覺得 就算它有這個 所謂的動態齒比轉向的 而且力道會改變 但我覺得呢 它的轉向力道 還是有點輕 有時候呢 如果說你習慣 開那種傳統的移壓方向盤的話呢 你就知道我在講什麼呢 休旅車中的跑車 跑車中的休旅車 讓你不用說呢 哇 男生啦 喜歡跑車 買了一台跑車還要另外買一台休旅車 不用 這個一車兩用 就看你這個模式怎麼調整 所以這個車我覺得 難怪賣翻天了 當然現在呢 這個車 唯一的問題是呢 現在如果去訂車 大概什麼時候會叫車啊 這是一個滿大的問題 因為太搶手 甚至呢 搶手程度呢 比起呢 Golf Variant R還要搶手耶 這也讓原廠相當意外 150台一個月內秒殺 最頂級的豪車試駕 PATRO四輪驅動 真的 就算是這麼濕滑的路面啊 400匹啊 51公斤的流力啊 開起來其實 真的沒在怕的 最熱門的新車場鮮 沒有再客氣了 他這邊就直接甩尾了 踩熱門 而且進入甩尾模式 再踩 很靈敏 最實用的空間展示 這麼拉起來 不費力的 這邊 哇 超級深的製作空間 它的真正的衛助盒是這一根 每週一週五晚間9點 別忘了YT搜索中天車想家 每週三 每週三 豬豬哥來聊車 陪你一起來直播 更別忘了幫我們按讚 點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不費力的 開啟小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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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一週五晚 就在家裡 不備了 也請你 不要再開啟小鈴鐺 不費力了 不費力了 不費力了